来转腿 用脚稍微起来一点 或者你脚不转用脚跟拳 所以用胯来转腿 一个不要动 前腿不要动 开开 开开 没有关系 你先这样子 把手先弄对 手是用松下来的力量走 去抓那个手臂 它自然地活动 自然地活动 所以它自然会打到脖子 会打到腰 你就让它打 所以你看 你过来的时候 打不到肩膀 就是你在过来的时候 你的手成为这样子 你的手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手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的手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 它自然是这样子 它自然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自然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打 它就会打到了 所以手臂是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往前面看 往前面看 头不要转 慢 慢一点 等那个手臂落 等手臂落 慢 起来以后 放掉 等它落 然后腿转 对 腿转 往前看 前面 前面选一个点 看 你手没落 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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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还在控制这个手臂的走动 你没有让它自然落 落下来 自然落下来 自然落 自然落 你看 很难啊 哈哈 这样子 再伸着 放掉 对 就要这样子 用这样来甩 来 你看你又来了 哈哈哈哈 有没有 所以你就是打开 放掉它会碰到腿 碰到腿以前你就转它就过 它就过来了 这边也是一样 放掉它就起来了 放掉 对 起来也是 起来是因为你这边放掉它起来了 你又控制了 开开放掉再来放掉 好比刚才好放掉 开放掉对 所以要去分辨自然落下跟你操控它落下的差别 我们要它自然落下 自然落下带动手臂带动你的身体 手带身体 对 手的重量来带动身体带动腿 腰带腿 手落下带肩 肩带腰 不是 不是 这个就是练手臂松下去的力量 所以要去体会手臂有操控跟没有操控的差别 差别 这样来甩 又没有了 不要起来不要控制它停 不要控制它停 你要 你要让它走到它自然落下 起来 让它自然落下 不要控制它停 再下来 落下 落下 手落下 没有落了 手落下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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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有好一点吗 有 你又回 回回来了 我第一个要练的就是 在这个当中对手臂有没有控制 手臂的起落你有没有控制它 这是第一个要去练的 要去察觉的 你没有控制它了以后 你才能察觉到怎么使用自然力 怎么使用地心的力量 怎么使用这个重力来活动 所以你这个甩手我们先不管腿 先不管腿 起码这个手臂 你要先知道这个 落下跟起来都是因为自然力 手臂是因为自然力而动的 自己的控制 自己的控制先察觉到控制 然后把那个控制放掉 不要控制它停 起来的时候不要控制它停 它自然到一个高度它就会落 你让它到它自然的高度 不要那个力量 你看在这边有没有 不要它 不要控制它停 你还在控制它停 你还在控制它停 往上的时候你有控制它的停 我们先看看手臂 先不管其他的 这个手臂 你如果用这样子挥动 你看我这个是挥动幅度小 稍微大一点 你去掌握 你看它起来 让它自己到一个高度 它就落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缓冲 所以你不要那么快 你快的话你会在这个地方 你会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吹动它 你要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个 你看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 你的手臂有一个这个 它才会落 你手臂有一个这个 由肩肘腕 肩肘腕 所以它落下是有一个尘次的 是肩肘腕的尘次 所以它不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这样子的 落下跟起来 它没有尘次 晓得吗 它自然落下来 一定是离原心越近的 它先落 这边落下一定是肩肘腕 起来会是从烧起起来 起来会是从烧起来 落下一定是从肩落 起来由烧起 落下由肩落 起来你看起来是 起来是手走肩 落下一定是肩走腕 你们把手这样子举高 你们体会一下 你自然放松落 体会一下 它是不是肩走腕 落下 是不是 是 是 是吧 是吧 所以你不要去控制它落 它落下来 它就是肩肘腕 就是重的 它是有层次的 是重的 所以从这边落下也是一样 从这边落下也是一样 从这边落下也是一样 所以它起来 你看起来 它到了它的高度 它自然会有这个动作出来 所以手臂变成柔软的 手臂的挥动变成是一个柔软的状态 而不是这样子的 要不懂 所以你松掉了以后 你看这个手臂的活动 手臂的活动 它都有这个层次 这个也是一样 肩走腕 然后这个起来 落下 落下 牵走腕 落下 起来 落下 起来 落 你看 它会有 你的手臂三个关节都是活的 所以不要去控制它 不要去吹动它落 让它自然落 所以你自然落 你的路径一定是跟地垂直的 是往地落的 它不会在这边 在这边你一定是兼用力了 所以它一定是贴身走的 一定是贴身走的 它自然落下 你看自然落下一定是贴身 一定是贴到身体的 这样懂吗 不要快 不要快 去感觉那个自然 手臂自然的起来 自然的落下 来 再试试看